因為這段時間我剛好在市議會總組織 不過再忙我一定會派代表 去參與財化法的公聽會 因為財化法幾十年沒有休了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公平公正 在整個分配上讓地方能夠做更多的基礎建設 所以財化法的改變 我希望大家一起共同面對 而且中央跟地方更要同心協力 面對這樣一個挑戰 尤其以前曾經虎溝當過縣市首長的人 當到行政院長 他們心裡也是覺得說財化法要分了 那當年當了行政院長沒有說要分 那其實最重要是大家要想想看 地方跟中央不要老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 大家要起因起地 為國家為人民合作 要好好地讓財化公平地對待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